为什么停下 高老大 我敬佩你在对抗 八国联军时的英勇表现 把你当成英雄 所以才来找你 寨子里发生的事 我感到很遗憾 但我们不是仇人 也没有生死恩怨 为什么要拼得你死我活 我建议停战 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看你是知道 自己打不过我 所以向我求饶 还不还手 我狗富贵这一辈子杀过很多人 从来没有犹豫过 如果我不杀你 你就会灭了我 然后抢走我的寨子 和我所有的一切 高老大 你误会我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消灭你 更不会霸占你的山寨 我要是有这样的目的 就不会只带几个人前来 我是带着诚意和真心来谈判 你的小妾 还有革命党的死 都是我没有想到的事 哼 你虽然只带了几个手下进寨子 但你的大部队 很可能潜伏在山寨外 随时等待你的指令 发动攻击 住手 谁想杀霍原甲 先过了我这关 你们夫妻两个情义深重 我送你们两个人 一起上路吧 高老大 你可以杀我 但不能伤害我的家人 你们谁都活不了 原甲 狗富贵已经起了杀心 要想平复这场危机 只能把他打败 否则 所有人都活不了 我本想通过谈话解决问题 看来是不可能了 高老大 我来跟你打 霍原甲 你终于按纳不住了 别再嫁人嫁医了 来 我们痛快打一场 原甲 你受伤了 我来对付他 放心吧 芷兰 这点皮肉伤 不要紧 我不会输给他 别磨蹭 你们一起上 原甲 我有很多话想问你 但这一切 等把狗富贵打败了 我们慢慢说 啊 我们不能等了 我们冲出去吧 陈文虎 你这么镇定 是不是又在心里 盘算着什么阴谋 我能有什么阴谋 只是你太过于焦躁了 你肯定心里有鬼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们会掉入陷阱 所以你才一直跟着我们过来 照你这么说 那我现在也身处于陷阱当中 这样做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借狗富贵的手 除掉霍原甲 就是对你最大的好处 何况 谁能够保证 你和狗富贵 不是一伙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 我会变成一个好 因为江山一改 本性难易 你的双手 已经沾满了鲜血 你连灵魂都是黑的 所以 你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好人 你 我之前 的确做过很多坏事 杀死了很多人 他们这些人当中 有的人该死 有的人不该死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 现在八国联军入侵 让我彻底清醒 我一个人的力量 不管多么强大 都是无济于事的 是 以前 我想成把天津 成为天津的龙头 羊鬼子的军队一打进来 我才发现 我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现在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与霍原甲一起联手 把洋人全都赶出去 然后成为一个民族英雄 这样做 比霸占天津 更有意义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冠冕堂皇 我不相信你会弃恶从善 你一定别有目的 不可理喻 陈文虎 如果让我发现 你潜入在我们身边 有别的想法 我一定会杀了你 就凭你那点本事 你想杀了我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霍原甲的面子 你现在 早就是一个子人了 如果不是霍原甲拦着我 我早就把你大心八快了 那就一起较量较量吧 等等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现在外面 怎么这么安静 是不是出事了 我觉得 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出去看看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你们联手天下无敌 霍原甲 我真羡慕你有一位 与你生死与共的夫人 可怜我那死去的姨太太 虽然没有霍夫人胆识过人 但跟随我多年一向体贴温柔 是我最宠爱的姨太太 她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 郭老大 我理解你的悲痛 但请你相信我们 小切的死 还有革命党的死 引起我们自相残杀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冷静 放下偏见 我们夫妻二人 愿意帮你查出真相 找出凶手 不用你帮我找 我也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凶手就站在我的面前 智雷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小心点 她已经变得疯狂了 不听任何解释 要想坐下来谈判的话 你先打败她 我明白了 火炎甲 这是我们最后一战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本无意跟你分高下 我想和你共生 你却非要我们死 如此多多相逼 我只能将你击败 我不会输给你 你怎么样 我还是输了 想不到我狗富贵 纵横江湖多年 居然会败在你 火炎甲的手上 输给你我无话可说 按照约定 我宣布退出江湖 我离开后 把这个山寨留给你 以后你就是山寨的主人了 但是请你记住 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 你其实可以不用离开山寨 也没有人让你离开山寨 愿赌服输 你想抢走我这个山寨 我把山寨送给你 我只是希望 你通知包围山寨的人 给我留一条道路 让我出去 你多信了 我没有让任何人包围山寨 我带来的人 就只有这几个 你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为了成为山寨的霸主 但外面的确没有我带的大军 你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带着手下马上离开 我希望搞清楚 死去的小妾 还有革命党 究竟是谁杀的 好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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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我是湘荣 湘荣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看见嫂夫人和孩子 被当成人质抓到这里 没有看见你的身影 我还以为 你已经顺利脱险 没有想到 你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没有 我不是被抓来的 你们离开了之后 山寨里突然来了一群披风杀手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就想办法 离开了山寨 来寨子里找你 没想到 你真的遇到了危险 这个山寨 充满了阴谋和轨迹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霍师傅和山寨的主人 狗夫贵生死决战 狗夫贵费尽心机 一定是想杀了我们 我们又赶紧离开这里 原甲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放心 霍师傅已经占了上风 太好了 我跟这霍原甲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快把我解开 是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 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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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夏荣